這種荒謬的提案 現在根據黃國昌的爆料 竟然是誰的提案 是號稱代表林佳龍的人 來提案 而這個廖子誠是何人 他就是時代力量的徐永明 當時射到SOGO案外案被 帶出來說 你怎麼突然有300萬現金 結果說是林佳龍找好朋友 借給他的那個借錢的人 就是這個廖子誠 然後林佳龍 顯然他是林佳龍金主 可是林佳龍又否認說 他得到他們的授權 他們為什麼有動機 作為林佳龍的好朋友 他們要去出賣尤錫昆 因為很簡單 如果尤錫昆做了立法院院長 林佳龍基於派系平衡 他就不可能做行政院院長了